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会召开之前 前外资入行之提了七大问 既然问题question都丢出来了 麻烦世新给答案了 第一问 七奈米占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占多少 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来答 OK 我们先看这个 我有带一张图 我们直接就来看那张图 我认为会超过五成 为什么 因为你看这个是台积电的销售分析 按照制程节点来看 五奈米占百分之八 七奈米占百分之三四 这加起来已经百分之五十二了 所以先进制程就已经过半了嘛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等于说七奈米以下的市场 全世界只有台积电会做 那你要增加资本支出 你断然不可能去发展持续俱成 对 发展这边嘛 不可能嘛 而且我们看这边 七奈米跟五奈米的营收 我们看到蓝色的是七奈米 我们看到是不是有增加 请问这个是台积电的五奈米 跟七奈米占台积电的总营收吗 不是 是他的营收的金额 对 营收的金额 七奈米营收的金额 五奈米营收的金额 五奈米在增加 对 我们两个看起来 两个加起来一起算 叫做先进制程嘛 是不是往上走 是的 是的 对 那往上走的话 你当然是有新的设备 当然是往这边走啊 所以第一个问题 我们回去看喔 第一个问题 当然可以肯定 应该在五成以上 赞 那第二个就是先进制程 是这样这个大者恒大嘛 全世界先进制程 也只有台积电会做 所以他占百分之五十 那资本支出 当然要往先进制程走 我想这一点是没有问题 好 这一段讲的超级赞的 回到刚刚那个图 观众朋友 您知道这个图 代表了2022 2023 24 台积电的未来是长怎样吗 台南高雄的人有福气了 台积电在先进制程 五奈米跟七奈米喔 营收占比超过了五成以上 您别忘了 这先进制程 一 毛利率是高的 二 对客户含涨价 没人敢说二话 因为只有我台积电会做 我涨一层就一层 我涨三层就三层 你大客户高通啦 英特尔啦或者是超微啦 非得买单不可 三 因为毛利率拉高了 说涨价就涨价 第三 今年还会再涨价喔 所以除了第一第二第三个重点就是 铁定的台积电今年的获利 还会高成长 我这样的结论对不对 对 漂亮 好 来第二问 第二问就是涨价能力 涨价能抵消折旧压力吗 看起来是有机会的 应该说可以啦 因为我们看到它成熟制程 已经没有所谓的折旧费用了 应该早就过了 早就摊平了 那在七奈米以下 其实还包括现在要 二奈米的研发费用 还是很大 所以会有折旧压力 不是因为这个五奈米跟七奈米而已 因为还包括二奈米的研发 甚至三奈米 所以这要考虑进去 但是就是因为刚才润涨姐讲的好 它会涨价嘛 就只有我会做啊 我要喊涨你能反驳吗 不行嘛 所以我想说应该维持五成的毛利率 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好 事情啦 因为前线现在好多小白在看 我担心大家不懂 您教一下好不好 这基本概念 也就是呢 通常我们买设备 我要做任何东西都要买设备 你光做一个面包 你也得你买面包机吧 所以半导体 像台积电先进制程 一定要买设备 为什么买的那么大 一台机器设备 我印象中都是一亿美元以上 Smore那些的半导体 高阶制程的设备 为什么买的设备 机器哦 需要摊平折旧 为什么 这是会计上的问题 你去想 你现在刚创业的话 你身上有1000万嘛 那你买一台设备 那我们来个白板画清楚哦 我今天买一台这么大的设备 好来继续说 我创业的时候 我可能有1000万 那我买这台设备是500万 那你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成本 假设是200万 那你这样扣起来 加起来这个成本是大概700万 700啊 因为设备500其他成本这样 所以我的成本来写一下成本 加起来是700没错 对那我们再加假设说 再加其他的成本300 刚好1000万 对对对 那你今年赚1500 假设说赚1500万好了 你不能说你1500万 哎呀我这个 因为买了设备买了这些 所以我扣掉1500 我今年刚好等于零没赚钱 你应该说扣掉1000 你把它清掉哦 因为呢成本成本1设备 成本2成本3哦 所以呢总共有三个成本 所以加起来是1000 我赚了1500万 然后呢扣掉1000 所以呢我只有赚500万 看起来是这样 但可以这样吗 当然不可以嘛 因为你要去 小朋友你们要去想哦 你设备不可能一年就用完嘛 小朋友跟你差不多一样 大家来继续 你设备不可能一年就用完了嘛 他设备可能可以用10年嘛 对那你10年的话 有很多种算法啦 有的算法最 会计上最常用的直线法 直线法就是说 你把它估一年500万 10年那一年就是50万 讲白话就是摊题啦 分10年摊题 对那你其实你这个设备成本 你不能算500嘛 你只能算50 就是这样的概念 好这样理解嘛 所以当每一家公司买新设备的时候 会计准则 不然你前两年的年报能看吗 都没这钱没这钱 台积电没这钱 哪有可能 新设备要砸重金 所以呢那就要分10年啦 很多年长期摊题 回到刚刚自卡 跟您报告 听说台积电的那些的成熟制程 这些成熟制程就28nm那些的设备 摊题大概已经快要close掉了 快要摊题完成了 第三问有哪些需求高过预期 OK 其实我们一般都尊重在车用上 其实5G的应用 包括手机跟基地台 那在元宇宙的部分 也是要往高阶运算去跑 晶片 对那这个AI也是未来的重点 那还有一点大家不知道 为什么台积电去美国 很多人认为是商业上 其实跟军事上有很大的这个原因 所以我认为大概这几个是未来 你意想不到的高成长的部分 好第四问如何规避英特尔亦敌亦友 因为英特尔下单 英特尔现在5nm 3nm还不太会做 下单跟台积电 可以英特尔也呛瞎啦 我现在追在你后面 我追的快喔 5nm 3nm这些 请问 这个其实 这个其实问这个有点奇怪 因为英特尔现在也是 远远落后给台积电 所以你说这个他跟 他变成说他没有办法 他一定要找你代工 那找你代工 可是他自己也要发展 他自己的这个先进制程 所以他嘴巴喊的正天嘎响 可是实际上他是追不上的 不过我们台积电也不能 因为这样就自得意满 其实你还是要开发自己的 这个像这个3D Fabric 这个是一个封测的平台 等于说你先进的制程 也要有先进的封装来搭配 他现在开发自己的先进封装的话 其实对掌握将来的 这个先进制程的关键技术 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 OK OK 好 再来第五问了 今年第一季的营收 可以胜去年吗 去年第四季 OK 我们从过去的历史看 二零一九年的第四季是赚三千一百七十二亿 那到二零二零年的第一季是三千一百零六亿 看起来是略微减少 但是在二零二零年的第四季是三千六百一十五亿 到二零二一年隔年的第一季又变略微增加 所以这看起来有可能依照这个趋势 有可能只是持平或是小额增加 毕竟这个三奈米五奈米还没有非常大的量产 OK OK 大概是差不多持平或小增 所以今年的第一季跟去年第四季 应该是这样的符号差不多 第六问 营收及获利能够同步增加两成吗 这个营收是比较有可能 因为跟其他的产业比起来 我看这个财经M平方 他有一个图 台湾在新的一年 有可能增加两位数的产业 大概半导体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电子零组件 那第三个很奇怪是波淘类股 那如果说是我看的资料是在半导体是今年可以成长百分之十四 这是指整体的半导体而言 但是台积电是龙头 他应该是在十四支上 所以这个是拼一下是有这个机会 但是你说获利要增加两成 五块变成赚六块 这个我觉得就比较有点困难 毕竟我们刚才讲到新的设备 高阶制程还在折旧的初期 昨天有看前线吗 中金院副院长王建权副院长就说了 半导体依旧是台湾出口的重要亮点 主要贡献GDP外贸部分 第七位说台积电 这个说台积电买他的钱是死前 然后现在呢 外资又调高了台积电的目标股价 是不是日后又会调降呢 这外资都这样的反反复复的 所以呢这个听还是不听啊 这个我上这个节目很久没有讲成语了 我们用舒适的定风波 他写啊 莫听穿林打夜声 何妨迎效且徐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要去听这些有的没有 这个这个外资他之前说台积电是死前 然后他说他的目标价从六百五十六块 调降到五百八 这是去年六月的事 结果前几天台积电就超过六百五十几块嘛 所以这个外资的看法 我觉得随便听一听就好了 不要当真喔 那除非说三星可以追上台积电 可是有可能吗 我们从良率来看 这个三星的最大麻烦就是良率一直拉不上来 而且他们对良率的定义跟台积电天差地元 台积电所谓的良率 所谓可以量产 他是指他的良率到九成喔 那三星啊 他所谓的量产是指我良率有五成 那这个就差很多 我告诉大家 这个在溢价上会有很大的问题嘛 就像去买水果 我现在比如说我要买橘子 那如果说瑞涵你的这个水果摊品质够好 我就直接全部给你买 即使这个里面有10%是烂掉的 我照样吃 我用全部的钱去算 可是如果你良率只有五成 你有一半的橘子是烂掉的 那我跟你买的话 我就会按照好的来算 这个坏的我不认 那这在这个获利上就会差很多 所以除非台积电这几年内可以追上 三星几年内可以追上台积电 否则的话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那您觉得几年内他追得上吗 可能这五年内应该有困难 跟您报告 那段话我完全认同 之前高通的骁龙系列的晶片还记得吗 交给三星印象中好像是五奈米 还是三奈米去做 结果良率出状况 又把高通又把骁龙 骁系列的晶片转回到给台积电 五奈米做 对而且如果你的这个量产做不出来的话 你是跟不上厂商的规划 人家这个超微 他说我明年要五奈米 后年要三奈米 你跟不上那你单是拿不到的 好感谢世青 非常谢谢您请回座 不过想一想三星也真够大胆的 如果你良率只有50% 50%的良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两颗晶片就有一颗是有问题的 你还敢量产 量产就是大量生产 卖给客户 然后客户用出trouble 我告诉您这个信誉怎么办 商场是在乎的 所以开始结论了 这个下礼拜四台积电就召开法说会 前外资露情之提出了七大问 注意的问题 我们不再追溯了 来看那张图表 我觉得最关键 台积电的未来真的会越来越好吗 先进制程 5奈米加7奈米加总起来 超过了五成以上 一 确认了它的毛利率是跳高的 因为先进制程做出来的金变 是很难做的 毛利率当然赚更大了 第二个 因为先进制程全世界无二 没有第二人可以做了 只有我台积电会做 所以我说涨价 客户哪敢说话 不然你不要买 你东西就不要做 所以客户全都买单涨价 第三 既然前二个会成立的话 它的获利 还有包括了营收 全部都会大举攀高 只有台积电的实力所在 因此来看第一点 它的疑问 最具学问了 占资本支出 当然会超过了五成 因为这次它 753奈米 是它日后台积电 赚钱的主要来源 七大问 包括了第五跟第六 第七这些等等 大家就看仔细了 今年第一季跟去年第四季的 这个业绩应该是差不多 不过平常心事之 刚刚呢 世新还说 外资的报告 您仅供参考 我告诉你 看前线 胜过看外资报告 前线学专业 自己判断 我不是老王卖瓜 因为是教您钓鱼技巧 所以自己学会了 凡事理定 赚钱有成就感 以上的结论 世新正确码 100分 感谢您了 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接下来要送您200分 因为台股当中总共有四档 电动车ETF 分别是这四档 而我发现去年很热的 竟然今年投资人 也很爱买电动车ETF 请齐芬姐帮我超级比一比 各自特色 差异性 有配息吗 有没有人没有转点付限制呢 不是要放长的当存股 还是短线赚价差呢